谢谢大家来听一位讲座 首先介绍我自己 我是红帽的软件工程师 我是GBOSS 红帽大家知道有一个中间间 一个大的部门 叫GBOSS也是被红帽收购的 我是GBOSS AS 应用服务器的工程师 这个题目呢 跟刚才上一节 那个心理那位朋友差不多也是 一开始说Fedora 说是想提交这个主题 然后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正式 只是我有一个想法 所以试着提交了一下 然后被驳回来 然后前几天 然后他说就是有这么一个 就是有人不买了吧 所以我说那我就来讲讲 所以准备的也比较匆忙 就是整个做这个 演示文件 时间比较短 后来我刚才想说 应该是拿英文做的 可能显得更正式一些 所以这里重了 我看大家这个 就是大家都是 没有问题 因为都是我们国人 然后这个想法呢 其实我一直在觉得 因为我本身 比如说做加瓦 做了时间很长了 从可能加瓦 从上一开始 就是一开始 比较热的时候 就开始做十几年了吧 但是比起加瓦更长的 我是运营斯的一个 非常老的一个用户 比加瓦还多两年 那么从上大学 就从六年开始吧 就开始用 所以 所以 Fedora是我用的 Linx其中的一种发行版 我一般发行版会 好多种都在用 因为我有主机 然后有各种 讯息机器 方便都可以跑 但是呢 我的看法是 Linx的这个 这个社区呢 其实对加瓦 接受程度 怎么说呢 不是特别高 因为直到 因为我们知道 上原来的时候 这个是不允许分发的 对吧 所以它的是没有办法 进入这个 各个发行版的 这个库里头 直到这个 B.7被Oracle收购以后 它冲来这个 OpenGDK 就是完成它们同源了以后 那么这个东西才 就是 进入各个大 包括 Fedora啊 包括 红帽的Rio 然后包括Ubuntu啊 这些的 才进入各个大的发行版 它这个 发布库里头 而且现在目前 这个Rio6的 那个OpenGDK 1.6这个版本呢 确切的来说 它是从 OpenGDK1.7 它倒推回去的 就是 就是1.6 OpenGDK1.6和 就是原来那个 上后来被 Oracle收购的 这个 这个 OracleGDK6 它们的这个 软件版本 其实不是同一个 高1.7现在 才是同一个 所以呢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说其实 我们要仔细看一下 那么 Vinux这个整个 生态圈里头 它其实对 加码呢 不是那么 怎么说呢 接受程度 不是那么特别高 所以我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 讨问一下 首先就是 因为我看我们这里头 有一些 我们火帽的同事 然后也有一些 其他的朋友 我就想问一下 大家如果 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是会用这个 使用Linux 发行法里头的包吗 会用吗 就是你会 你会直接用 比如是Yaml 或者是 这个Abt去安装 OpenGDK OpenGDK会这样有 是吧 也会这样用 那很好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就包括 因为我们知道 Jboss 是这个 Java里头 是比较大的社区 我们的 包括我个人来说的话 用直接用 这个 发行这种 去安装的 这种几率 就是比较小的 就是因为 你去安装的时候呢 它的 往往它那个版本 是比较落后于 现在当前 最新的 就是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可能 等会我们讲的时候 有一些这种 版本的这种 我也 能看出来 也可能因为 我个人是社区的 社区的开发者 所以我一般去 追求一些 比较 比较新的这种版本 去跟踪 就会造成 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 去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BX发行 去维护 这些包的人呢 它其实没有 怎么说呢 没有紧跟的 社区的步伐 对吧 也可能是因为 这个 发行版的 包的数量 实在太庞大了 没有那么多 人力物力 去把它都包含好 对吧 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到时候下一步 再进一步探讨 这个Java的开发环境 因为今天是 这个Linx的 这个Fedora的这种大会 包括Denome的大会 但是我们如果要是 比如是参加像CISDN 或者说UVQ那样大会的时候呢 Java的开发人员在国内 基本上是一半以上 所以说还是占有 占有一个非常庞大的 这种开发者市场 那么对于一个 对于开发人员的 这种环境来说的话 你就有这种选择 比如说我们是采用 这个Oracle的GDK呢 还是OpenGDK 对吧 一般来说 目前还是 这个OracleGDK的 比例会大一些 因为大家可能总觉得 这个OpenGDK 它怎么说 它还是有一些 可能会有兼容性 各方面的问题 但是这个呢 是已经会 所以我刚才讲过 他们在远期以后 就完全是同源了 就包括上一次 我去参加那个 这个国内这个GOG组织的 包括有一些 Oracle的朋友 他们也来 他们其实每天在做的工作呢 他们其实是在维护 OpenGDK 主要是 是OracleGDK 在发布的时候 把它打包 加入一些 自己的一些工具 就是 开源的一些工具 形成那个 OracleGDK 也就是说在1.7 包括现在最新的1.8以后呢 他们已经完全是同源了 这个就是 还有就是这个开发的 就有各种各样的 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三种Egips 然后ADIR和这个NetBeans 他们其实现在目前来说 你可以都认为它是开源的 尽管中间那个是收费 对吧 我们可以知道它是收费 但是它其实有 有开源的版本 可以认为开源版本 也足够好用了 也都是开源的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打包工具 比如说Aunt Maven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要做测试 包含下面 进入你的TestNG 测试的时候 你是用一些打包工具去做的 那么在Java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虚态圈以后呢 都是用这些 就相当于是我们 比如说 UNIX你在编译的时候 用make这样子 它是一样的工具 这些东西呢 应该说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跟踪 这个就是 我今天所讲的这个议题 可能我三四年前 我就在考虑了 还是就一直在看 主流的发行版 他们对这个 Java这个支持的能力吧 直到斐德尔实修以后 才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进步 而且 现在目前只有斐德尔阿汉 吴邦图其实 只有在那个 它那个 Universe那个 库里头呢 它会有很多 但是它那个 已经很久没更新了 比如说 举例就是 G包ZS的话 它现在还是四点多的版本 所以 所以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吴邦图其实 它虽然包很 就是用Java的包很多 但是更新的频率来说 是 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就是刚才 我们问到 是不是要用那个包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这个为什么要统一 说到这个问题呢 就是要统一这个 开发和部署的环境 我们刚才也讲过 我们有这么大一个 Java的开发者的一个基数 那么 有一个 比较共识的一点 就是在项目管理 软件项目管理里头 比较共识的一点 就是说 这个开发环境统一 和部署环境的统一是非常关键的 这样子当你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只很容易找到 或者说 重现到你当时问题所在 对吧 首先 统一开发环境 那么格式命名规则 测试的覆盖域 还有极其集成 这些呢 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不想讲一个故事 就是讲一个例子 那么比如说 我们知道 一般一个公司 它都有一定的 开发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这种命名的规则 或者说 你的圆码这种格式 我们在 有时候你会 经常收购 你比如说 火帽收购 我们的JBOSS 那么JBOSS呢 之前它会有大量的 原有的代码 这样被收购以后呢 你可能会 比如新的部门 或者说 甚至是换领导 那么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 比如说格式的要求 那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 下一次你再去 对旧的版本 原有的代码 进行这种格式化的统一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问题 对不对 就会它 你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比如说原来是三个空格 现在这边是四个空格 那这个时候 你是改还是不改 对吧 所以说在当 当前 比如说一开始 这个项目立项 或者说 当这个项目一开始 就是有一个重要节点的时候呢 那对整个项目以后 它所的 就是所有的这种开发环境的统一 包括命名格式统一 是非常关键的 这样才保证了你整个 所有的人 它是按照这种思维习惯 包括 甚至你去用一些这种代码管理 比如GET 比如像SVN 它去比较代码的时候 它才不产生那种困惑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开发环境的统一 过了一年多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晚上出问题了 可能当时只有几条落个语句 那你当时这个开发呢 可能只是这台机器的部署的一个版本并没有变 而你现在可能新的部署新的一些东西 它可能都变了 那你在当前 在原来的时候 你去找到原来开发那个时候的版本 那它当时是个什么状态的情况呢 你要去重现那个bug 这个就很难 所以说呢 要在某一个情况下去部署 统一的一个部署的运行环境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持续交付 就是我们是会用这种 那些脚本啊什么 它都是放在代码管理之中的 然后来进行部署 整个是需要一个比较统一的过程 部署环境如何统一呢 目前在实际的这种开发 就是企业开发 或者说大型的网站开发的时候 就是实际的经验 他们都会选用 经过严格测试以后的介质 借这个基本分发包来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这都是实际的情况啊 就是在实际的 包括我跟职业的开发人员去谈 包括看他们一些文档啊 包括看他们的一些 这个都绝对没问题的事情啊 比如说这个阿里 我不知道 那么它是利用这种定制过的这个 Red Hat Links 也就是Sento S 然后和这个OpenGPK 也是自己进行裁剪 经过自己的修订去做的 那么它有一个基本版 然后OpenGPK也是用YAR来安装 就是包括他们的 建立在OpenGPK之上的 就是Java这些应用 也是这样做的 统一续安装 然后所有的应用都是跑在这个上面 比如说某大英国企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 那么它其实是经过进行裁剪过的GBOS 是这个企业版本来做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GBOS我们知道这个加拿易 它是一个完整的实现 它里头可能会有很多这种规范 它们是不用的 比如说像 像这个 像这个 它在这个企业里头 它是没有用到GMS的 所以它就会 会把 比如说EAP 又 六点现在已经快六点三了 六点二这个版本拿过来以后呢 进行裁剪 然后 因为它们对配置也比较熟悉了 然后把这个 这个环境不弄好的这个包呢 然后作为一个基本包 那这个时候分发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一种 打成这个ZIP包的方式 然后它交给各个 各个开发的部门 因为是按照应用来分的 来划分 然后它们解压说这个包 然后再进行开发 这个WAR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 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 只有是这种开源软件 才能进行 应用或者定制 对吧 如果你要是非开源的 因为当时我和那个 这个国企的朋友聊过 原来他们用Oracle的 这个 这个Lab Logic 那么做这件事情 就相当于比较难 而且有的时候 它是受到这种 所谓的license 限制的 所以要是分发的时候 你会受到限制 尽管你可以忽略 但是 那就毕竟是有那个 那个license 所以我们 我们看 比如说像阿里的话 那么它其实 它采访的方法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基于Linux做了这么一套 就是可以定制的包 然后都是基于Java的 那么这个国企的性质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JBOSS 但是一个ZIP的性质 对吧 ZIP做完以后呢 它还要去执行脚本 其实呢 你完全可以是通过 自己定义依靠自己的 这个 这个Linux 对吧 然后用 用这个RPM包 然后它包装起来 跟那个效果一样 而且你还可以执行 执行自己后面的 安装的脚本 但是对于开发环境 就统一又比较难了 因为我们这个工程师 是有这个 想要这个极客文化 有这个自己的个性需求 对于不同的 有自己的这个环境偏好 比如说我的外国同事 他们都是还是在用Emacs 对吧 所以说有时候你会想 比如说我们开发这样子 比如我们就完全运行时的话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你要是去开发 Eclipse的Plugin 怎么去用Emacs 对吧 那个就比较难了 所以说你每个人 它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 我这台机器 比如说我要做开发 那么我平时 开发的时候没有问题 我就用某一个 某一个GPK 但是我肯定还有一些 其他方面的 比如我个人的 个人的赢了需求 对吧 或者甚至是有时候 你要开会了 它有一些这种 开会的这种远程的需求 它可能要走某一个 版本GRE 那么你这个时候 GRE可能跟你先有开发的 比如说 这个项目里头 它所倡导的某一种 某一种统一的 它可能就发生冲动了 你安装 它就有 被迫升级 现在这样的情况 所以对于开发环境呢 尽管说是很难 但是我个人是建议用 比如说服务器 对吧 你比如 直立集成的时候 完全是做到 你是放在服务器上 或者你自己装虚拟机了 或者又第二开发用机 对吧 比如我 这是我的第二开发用机 那么你来保证 这个开发环境的一致 这个开发环境的一致的话 在我看来 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 因为经常在团队协作的时候 你因为开发不一致 导致的 有时候你会多于 就是产生一些不必要的 多于的沟通 有时候说 这个bug怎么会产生呢 查到最后 才发现 它可能是 完全是因为GPK导致的 对吧 因为它 GPK的一个小的一个 不同的话 你会 它有时候会放大 有时候你在 比如说 甚至像代码产生呀 包括一些调制过程中 你不同的版本的时候 它可能 它可能没有出现 但是换一个人 它就出现了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 和一个 几个朋友吧 就是我们是一个 小大小闹的一个东西 然后 我就发现 它们机器上都没有问题 但我的上头 我不是这台机械 另外一台 那么 我一跑就出错 一跑测试就出错 后来我问他们 他们都是用台式机 八个盒台式机 然后 那个1.6 GPK1.6的版本 而我是笔记本 四个盒的远期的版本 那么 它那个 就是并发 我们知道 家外有并发库嘛 它那个就出现不了 这个问题 但我这儿 就一跑就出错 那就会 就存在这样子 开发环境的统一 另外呢 这个 这个 Java 应用包的需求 我们知道 这个 目前 Java包 就刚才我们 不是也做个小小的调查 就是 大多数开发的人 还都是习惯于 比如说 下回来 是个ZIP 或者是个TAR 然后进行解压 或者你要是 直接用Maven的话 那它去Portrait 就是仓库 以后去取回来了 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对吧 可是问题是在于 我们看现在这个 所谓的这种 云计算 所带来的这种 架构的一种 变化的趋势 你就会发现 这个 不是说 它就 不对 或者是什么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 而是 你会看到 它有一个 另外一种 很强烈的 很强烈的 一种需求出现 比如说 我们知道 用云计算的话 比如word这块的话 你经常会 基于某一个 虚拟机 然后用一个 image文件 去把你这个 操作系统 来 启动 对吧 比如说我们 用亚马逊的 云的话 一些to的话 你经常是 从中找它 找它亚马逊的 某一个 印象文件 或者你用 open stack 对吧 也是去找一个 现成的 现成的这样一个 image 但你这样很省事 比如说我们 虹帽有内部的 内部测试 这种 一些共有云的东西 那么 我就很方便的 我就 就是可以 用 点击几下 然后 那么我 远程 可能在美国 那么你才我测试 这机器就起来了 它是一个 Fedora也好 它是一个 比如说 Rail也好 我就可以直接再用 那 我就想 你经常是这样子的话 你何必不把 比如说我常用的 比如说我 我们Jboss AS也好 我们现在叫 白子风爱了 都放进去 那么一下子 都起来了 就跟亚马逊 你经常可以看到 某一种软件 试用 它就让你去 AC2上 它有一个 这个镜像 还有一个 ID告诉你是什么 你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就把 是一样的道理 还有我们知道 像现在这个 基于Binx的 这种容器的技术 比如像Docker这样的一些项目 它更是这样子 它用来隔离好的 这种用户环境 然后你就可以 针对于不同的用户环境 去做自己 就是定制自己 所要的一种 一种环境 那这个东西 对于Java来说 意义也非常重大 因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纯粹的Java技术 比如说 你像现在 你用 比如JDK 你放在 Inx上也好 或者Windows也好 你直接这样做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做到 所谓的 多租户的资源的隔离的 对吧 因为现在JDK 目前来说 还是不支持 Java还不支持 IBM的G9 G9的话 是号参要支持 但是它并没有 成为一种 普遍 普遍可以用的一种特性 但是这个 现在看来 基于Binx 这种容器隔离技术的话 已经可以是 就是很快 就可以被正式使用了 就是完全可以做到 很定的这种商用 那么这个东西 就非常令人激动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相当于你在 在Inx容器这一级别上 然后启动你的 家的应用程序 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 就是 会讲这个 所谓的微服务 对吧 微服务的话 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然后你不同的 不同应用 或者是你不同 比如说两个住户 那么它可以利用 这种隔离开来 比如每人 从这个系统里头 分配出来 比如8G内存 然后分配多少 20%的资源 CPU资源 这样子进行 进行去做 但是呢 这个的同样的情况下也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它也是根据 你进行隔离完以后呢 我们如果要是 大家对Docker 有一定这个了解的话 就知道 它也是 在这个之上呢 它去启动不同的进程 当你 你的如果 你加热包呢 你最好也是 利用这种包管理的方式 它都 都 就绪了 对吧 然后你这个应用 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利用它 这种方式 来启动 还有 就是 这个微服 我们刚才知道了 还有就是这个 运媒的这种自动化 那么这个非常关键 在霍源网企业里头 它都是这样做的 所有的 比如说我去 因为它要进行这种扩展性 进行扩展嘛 就是水平扩展 那 如果我的 这个 并发反而量太大的时候呢 我就简单去加机器 那这个机器呢 怎么样和我们原来的这个机器 能够 协同工作 对吧 我要完全去复制它的环境 这时候呢 我不可能说 在每年去 每天有人专门去手工安装啊 这时候我就用 自动化的脚本 进行安装 有很多现有的工具 这个parade啊什么的 对吧 chap 都可以做到 那好 那同样的问题再来吧 那java的东西怎么做 对吧 你是可以用unzip 但是是不是像用yam这样子 会更方便 对吧 我们想一下 比如去年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这种事件 就是strus 2.0 这个安全漏洞事件 这个问题如果 可能怎么说呢 在我们看来 是不是有点 太小一大作了 对不对 如果你要是用红帽的 当然红帽 红帽的这个yam 没有把这个strus 纳入到里头啊 比如我们换一个东西 比如像今年这个 SL事件的时候 对吧 你完全可以简单的升级一下 一条命令 那么它就把你的补丁 补给你补做完 对不对 这也是同样的问题 就相当于 你可以认为是 在互联网的很多企业里头呢 它的所有的 这个 比如说基于加曼应用 我们知道这个strus 在这个加曼应用里头 应用得非常广泛 他们用 是这样用这个组件去用 但是呢 当这个系统 出现漏洞 它要升级的时候呢 它发现 这个事情 其实是比较头疼 因为很有可能 它是 还是需要 去上传 一个WAR包 然后再重新打包 进行测试 然后再上传 平机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就相对于 就比较复杂 所以说 其实 如果说 我们刚才也说过 如果这个strus 它完全是 在操作这一集 并用包管理来 进行管理的时候呢 那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目前 主流的发明板里头呢 加曼的这个生态 最好的 现在就是斐德尔20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我 用手工的方式 比较笨的方式来 比较过的 那么在它的 因为今天是斐德尔大会 所以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 它的这个 就是这个基本包 有斐德尔那个梦无侠 不是everything 斐德尔底下呢 那么它是这个 OpenGDK 1.7.6 而且后面是247 如果你去看一下 那个Oracle网站上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还是 现在到 1.7.0.5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斐德尔上面的 OpenGDK 比Oracle网站 关门网站上下的版本 还要新 还要新一些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 是因为 非光方的解答 因为上次 我们跟那个Oracle的工程师聊过 他们 他们其实呢 就是有的时候 那个版本的进化呢 它不是像我们 普通的这个 就是一般的这种软件 开发的时候 它是比如说 1.2.3 这样进化的 OpenGDK呢 经常一进化 就是五个版本 也就意味着 现在55和60 其实只差一个版本 也就是 也就是说 OpenGDK 比Oracle的GDK呢 多了一个版本 很有可能是针对于 在Linux这个环境下 修改了 修改了一些东西 就是在OpenGDK 这块修改了一些东西 所以这 这就是 目前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到20也已经 发布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这个 这个还是相当的一个 新的一个东西 然后 Aunt1.9.2 这就是一些 经常会用到一些组件 G1.4.11 然后Eclipse4.3.1 然后Jetting Jetting我们知道 是一个嵌容式的WebServer 那个谷歌的JAE 也是在用Jetting 然后这个 Fanlis Fanlis 可能大家要不太熟悉 这个是一个OS OICI的框架 那么它是4.2.1 这个里头的 所有的 这个版本 都是相对于比较新的 当然不是都是最新的 但是基本上 都是在 在中版本 就是 比如4.1 3.1 中间那个版本 就已经是达到最新的了 所以 所以我们就可以 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一样 在这些 加把的东西里头呢 你完全可以用 那个Fanlis 目前的 这个包 Yam去安装 然后去使用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可以看下Iris 这里都看不清了 这个 您看到非常多 而且 这里头呢 还不是 所有的 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属于那种科学计算性质的 我们知道有一些那种 就是 铁哥 比如说 它是有一些 很多很好玩的东西都放在里头 对吧 它有一些属于那种科学计算啊 包括 有一些那种 就是 用来 比如说 画图 然后提取一些这种 这种 就是比较 比较有意思的那些东西啊 还 我这里头都没有摩跃进来 这里头呢 基本上就是 比如是像 因为我Gboss嘛 就是跟这种所谓的 Round Time就是 放在服务器端上跑的 比较相关的 这种库 就是这么多 而且 基本上来说的话 版本 就跟上一篇是一样的 都是处在一种 虽然不是最新 但是已经是 相对于很新的一个版本状态了 那么 如果 在座的 如果大家对 加拿开发非常熟悉的话 这些东西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这都是一些非常主要的 重要的 Java的这种开发包 可以这样说 这些东西拿下来 基本上可以把 现在目前 互联网也好呀 这种企业级开发的 基本的需求 全部覆盖掉 就是你只要能把这些东西都玩赚 你已经是相当是一个 就是这方面开发的 很厉害的专家了 那么我们大致看一下 这里头的明星项目 比如Tomcat 上一篇 上上两篇 那个是 Jetit是一个嵌入式的 那么Tomcat是 占着市场份额最大的一个 web server 然后Screen 这个大家有所耳闻 那么它是一个 这种开发框架 然后Maven都不用说了 然后Hadoop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在Federa的20里头 它对Hadoop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这个我是用过的 那么我们知道Hadoop是有专门做发行版的公司 对吧 像Claria 什么 这个 Hunterworks 这些 市值都是好几亿美金的 那么其实你在 Federa一行命令都已经可以安装 安装上网了 然后这些 这些都是一些 有些组件 Jankins 朱鲁斯 这些都是 MyBasis Baitis 这些 这都是一些主要的加拿包 然后还有一大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Gboss的东西 左边的这个呢 就是原来的这个Gboss 就是我所工作的这个项目 然后我们现在改名叫Valaflight 因为它是一个应用服务器 它下面包含了非常多的这种项目 这 这 就是左边这一楼 全部是在Valaflight里头集成的 所有的Gboss的项目 这是 也是包含在里头 然后右边是Gboss 但是是和Valaflight 就是独立出来的一些项目 比如像Netty啊 什么Baitman啊 这些东西 这些还有像刚才 刚才这个时候不是Gboss的啊 还有 这个是Gboss 都是在这个刚才我们看到 那么一大堆 Everything Everything比加 都包含的里头都有 那么在Fordia 20里头呢 就是这样子 Yam直接installValaflight 然后它就把所有的 Eli包安好了 然后可以升级重要的组件 因为我们知道Fordia 它那个update 那个公布以下呢 你会发现 那个当时在发布 Fordia 20的时候 它是Valaflight 没有发布正式 发展名还是Beta版 但是现在已经正式版发行了 所以它已经走 然后这样子可以利用 就安装脚本来完成 修改配置项的功能 因为有的时候 你去安装的时候 它有一些 这个比如说 跟你主机名 配置主机名不同啊 什么的 这个你要是单纯解压说 是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在这个Fordia里头呢 它其实对于加拿这些 比如说主要是 Apple社区 Gboss社区 还有Eclipse 还有Glassfish Glassfish是这个 Oracle的 加拿E的这种开源 应用服务器 这些就占了很大一部分 那么我相信它们之间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维系 就是 盖系的维系的 我们刚才也说过 就是直到这个Fordia 19以后 这一块 走的 就加拿进去的 会越来越多 然后就不断有优移的项目 加入到Fordia里头 然后再进入 进入到这个Rio里头 对吧 然后目前这个OpenGPK6 因为GPK6在Oracle那块已经停止维护嘛 但是OpenGPK6呢 还是继续在开发 是用这个Red Hat主导的 然后Red Hat在这个GCP就是一个 就是Java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组织吧 然后它是领导多个这种JSR 就是各个 各个这个规范 然后 然后 很多这种内部项目也是通过 应用这个Java来进行构建的 反过来 促进我们的产品 但是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啊 我个人觉得 首先这个包的切分 其实有很大改进的领地的 因为这个 其实这种东西是属于一个 有一点见仁见智的问题 就是你很难做到 一个很好 就是完全 大家都觉得很好的一种 包的切分 所以说呢 你需要有个可以定制化的过程 然后版本的更新还是比较慢的 就是我们看到Fidora20里头 其实做的还是相对比较好 但是我绑谷啊什么的还是比较慢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文件放置的路径 因为我们知道Java有时候 你在写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它这个class path 它是有一定规矩的 对吧 就是你必须放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你Cerumate这种开发的时候 你就放在Leap这个地方 但是你这个Java去安装的时候呢 很可能因为有权限呀 包括一些本质Links的习惯的时候呢 它就有所改变 所以这个也是有些出入的 然后难以多个版本的管理 我们知道你如果你要是Java Inspire的时候呢 你很可能是把一些安装新的 把旧的版本给进去覆盖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改良建议 就是类似于这种RVM的这种多GK的运行环境 其实有一些类似项目来做 但是我觉得还做得还不是很好 然后另外就是和这个Maven工具和仓库 配合使用的Java包管理工具 就是因为Maven本身已经把这个包管理 它做了一套了 对吧 你怎么样能够跟它有一个配合 一块使用 其实非常有意义 那么这个工具呢 它又可以独立运行 也可以作为 比如说RPM和YAM 或者说DPKG和APT的这种插件 它可以进行这种包的升级 那么还有 是不是可以创建一套工具来 很方便地定义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阿里他可以 应用这套工具 可以把自己的这种完全 因为他的应用都是基于Java的嘛 基于Java 那你整个你这个 比如ISO 你都创建好了 那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那么我是觉得 在这个零计算时代呢 那么这个LinxJava 加上Java 可能是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 好 以上就是我这个 今天 讲述的内容 其实呢 没有太多检问性的东西 就是给大家 比如是讲一讲我的发现吧 然后也许有一些 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做的一些小工具 大家可以听完以后也可以想一想 我们可以后续也许有一些更多的交流 好 谢谢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是不是时间不太多了 你做了那个Arm64的GDP 我没有 因为那个GDK 它不是前段时间才刚刚出现吧 所以在意过对Arm的体系也不是很熟悉 所以还没有用过 因为我在做那个Arm64的OpenGDK 然后我发现那个别的架构都能用GCG 给BossRub出来 但是那个就是Arm64和Arm64 是得用OpenGDK自己BossRub自己 是不是 这个我甚至没有经验 可以比如说你讨论一下 好 谢谢 我们那个 因为火猫是赞助商嘛 我这里有那个三件T恤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问题可以 谢谢啊 还有别的朋友有问题吗 还有别的朋友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提问 提问一些就是讲的相关的问题 是不是 你应该把T恤送起来 我问个小问题 好的 就是之前也在做这个Java开发的时候 总会觉得Java特别庞大 就是它的这个 就是它在比较包括开发的时候 如果用像Libus这样的东西 或者说它在运行的时候 它觉得它很庞大 无论是像CNC++写的也好 或者是反过来 比方说像更轻的 比方说像NodeGS结合 对 都会觉得Java很庞大 在这件事情上 Java好像会有什么样的 改进 其实它其实庞大你从两个角度 一个是它本身 这个所谓的这个JRE 就是它运行时 你整个有它非常多的包 对吧 那这个其实问题是挺多的 就是因为你很多东西你根本用不到 比如像考把一些东西也包括像Screen 对吧 你还服务器的运行 你不需要一些这个贵的东西的 那其实现在有一些这种方 这种趋势性 比如说 现在这个Java 8以后 它提出来有这个profile 你可以看 在它那个complete packed 最小那个包 它只有十 只有十几兆的大小 它就已经相当小了 对吧 这是一点 还有点是它所运行起来 它使用的内存 这一块 呃 其实跟那个原有这种 所谓的 你的去开发的方式有关 比如你要使用Java 8去开发 它有那么多的规范 自然而然起来以后 它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套东西了 对吧 但是目前像这种 这种未服务的思想来了以后呢 就是说你 你启动以后呢 它就是完成很小的一件事情 那么可能它是会比你用CIA 大家这些写的 它会暂动内存多一些 但是呢 就 是可以接受的 啊 因为 因为你会有一些其他的好处 到 你会来的 啊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还是 可以 好的 好 谢谢各位同志 小点 还有 还有 大家还有个什么问题不 好 那个 那我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吧 那个 嗯 就是 时间够吗 问一个问题 好吧 嗯 嗯 就是 大家觉得那个 比如说 嗯 你用 斐多尔亚也好 或者说其他你很熟悉的这种 就因此去定制一套自己 自己要的这种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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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全部是Java的东西 或者甚至全部是No.js的东西 那么你去定制这么一套 ISO 你觉得最大的 最大的困难是在什么 可以看我们想的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我们 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其实 其实你看现在 就是我们知道这种 INX的发行板有非常多嘛 对吧 这个 DistreeWork DistreeWork 那个网站上可能有上千个 INX的发行板 那其实现在 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门槛并不是很高 就是如果说你要发行 做自己一套发行板来说 其实是相对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想想 如果你是要有一个专用的发行板的时候 就是不用想的就是特别稳定 就是自己好用就行 那么这个问题最难的是什么 还有呢 那边有各种高级音乐员 到吧 有各种高级音乐员 他们有无法自动分析 INX关系 啊 对 INX关系是一个很 很主要一个问题 对 还有没有别的 就是大家想的 可能他们这个 我觉得INX关系是一个 但是我好像特别零七八岁 就是想出哪件事是特别难的一件事 但是都得做是吧 总会少点什么 就是我觉得一个是依赖关系 还有一个是配置的东西 配置的东西怎么样能够 很好地统一起来 是比较难的 好的 那谢谢大家